众所周知 五粮液是我国著名白酒品牌 其地位直追国酒茅台 当然了 卖酒有钱了 搞点新花样 投资点新项目 无可厚非 可他竟然斥巨资 要接受奇瑞旗下的凯伊汽车 这是哪门子买卖呢 莫非以后买车送五粮液吗 或者车标换成五粮液的标志 造出的车自带酒箱 一上路就把满城的人 给罪了 不过就拿他啃出24.94亿元人民币 我觉得这事儿就不是闹着玩的 另外 奇瑞一个好好的生产汽车的 为啥要把旗下的汽车产业给卖了呢 想不明白的地方是不是有很多呢 不着急 慢慢的打一解惑 资本的趋利性是资本永不变的一个特质 五粮液早在2003年 便筹准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广阔前景 2006年收购新产股份 从而挤进了汽车发动机行业 在2009年更是加快了富州 旗下的宜宾普什集团 同华蝉金杯 在绵羊成立了汽车制造公司 但没有赶上好时候 汽车产业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发展 在2011年 华蝉又将五粮液旗下的普什集团 挤出了绵羊公司 自己单干了 到了如今六年间 五粮液集团再也没有参与过汽车行业的事儿 最终在2017年12月份 宜宾市同凯义签订了相关合作生产协议 凯义签至宜宾 将生产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是未来汽车发展的男孩 送到家门口的肥肉岂能错过 五粮液再次出手准确命中 成功入股凯义汽车 终于圆了汽车梦 再来说奇瑞从此可以轻装上阵 专注于奇瑞品牌的发展 不至于浪费太多精力 到不必要的事情上 可以预期奇瑞将整理形状再次远航 不过还真的很期待 五粮液和凯义的合作能早日结出硕果 给中国的车市再添一把火 给中国的车市再来说